你确定你和僵尸一不能解除基因匹配关系吗 基因匹配 什么意思啊 你还在在意这件事啊 你们开普顿星球思想太落后了 性命连婚姻自由都没有 开普顿 哪儿 来 慢一点 可了 可啊 我看到有饼干 饼干 先吃饼干吧 方列正在准备火锅 早知道生病这么幸福 我就让僵尸一下手狠一点 乱说话 没有啦 不过这次 僵尸一也消耗了很多能量 但是等他醒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完成任务 放心吧 我在科研部留了很多荷尔蒙素 改天我给他送过去 你不是说荷尔蒙素全部都被销毁了吗 我不这么说的话 我怎么让你重新来我公司 我又怎么重新追求你呢 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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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吃饭了 饿死了 饿死了 我都 我都 猪脑在这儿呢 叫 小七 以后不许再吃猪脑了 不吉利 你想想啊 猪脑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给你洗脑的意思 你还是吃点龙虾吧 龙虾的意思就是让你留下 我帮你刷个龙虾 你看这么大 来来来 我们碰个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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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啊 真的是太高兴 太幸福了 我们的生活 终于又回归正轨了 还是你们两个这对CB好客 都怪你的僵尸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你说这个人啊 人长得不紧帅 还那么会无视线殷勤 这种人啊 不是海王钓鱼啊 就是别有用心 其实我觉得 要不是因为那个基因匹配值 他应该不会那么执着 对了 小七 你跟他的匹配度是多少 我们俩匹配度是百分之九十九 好像是开普通星球有气度以来 最高分 那个 那个 这么高 都哪儿呢 小七啊 我看呢 你还是吃点猪脑吧 吃脑 骨脑 小布啊 你也是 吃点猪脑 好 猪脑 你生气了 没有啊 为什么生气 你们基因匹配 也只是数据推演而已 不能切算感情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对嘛 不生气就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意 再来一个 方总 科研部正在研究 荷尔蒙素的批量生产 很快就能有结果 这段时间 柴小姐也会一直跟进实验进度 保证荷尔蒙素的批量生产 和直接提升是同一种未到 这是近期的工作安排 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你确定你和僵尸一不能解除 基因匹配关系吗 基因匹配 什么意思啊 你还在在意这件事啊 你们开普顿星球思想太落后了 性命连婚姻自由都没有 开普顿 哪儿 哇 你瞧不起外星人啊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母性坏话 外星人 谁啊 我就是不想要我自己的女朋友 跟别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契合度 到底有没有人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啊 那小布还是机器人呢 他跟方列在一起谈恋 那算是跨物种恋爱 他们连那个基因匹配 连算都算不了 他们怎么不在意 怎么又来个机器人啊 那我直接让技术部出一个计算程序 专门检测那些不同种族的情侣默契值 怎么回事 我的世界观要崩塌了 不要再想这件事情 那个心胸能不能开快一点啊 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不会被灭口吧 不对 我的好奇性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板和老板娘吵架 作为一名优秀的助理 我必须要帮你们化解矛盾 方总 虽然我没有听懂 开普顿的基因匹配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在地球上 检验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 只有一种方法 见家长 同学们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课题是 见家长行为规范 其实呢 这个见家长呢 跟我们平时见领导是一样的 就是你明明知道 他说的都是客套话 但是你要假装自己完全相信 为的就是拉紧彼此的距离 博的好感 小本本记下来 对了 小七 明天周思琴很有可能会针对你 凭先做好心理准备 为什么 你用你的脚趾头也能想明白啊 方勇是他的后儿子 方烈才是他的亲儿子 所以对待自己的儿媳妇来讲 肯定会对亲儿媳妇好一点 对后儿媳妇差一点哦 对哦 完了 我之前骗过她的钱 我早就好紧张 好紧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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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家长呢 紧张是很正常的 像当初 柴姐姐我 第一次 真羡慕方文跟方烈 明天只是正常回家而已 肯定不用像我们一样 准备这么多东西 就是 这么多 都要背下来吗 还是背下来吧 你们太晚了 白姐 正好啊 我给她们讲课呢 你们一起听一下吧 讲课 对啊 见家长行为规范 小夏 这是爸他们最爱吃的剥饼 明天你来的时候 我直接送给她 这么多 这是我妈最近特别喜欢 一个牌子的包 明天你就跟她说 这是你特意排队给她买的 这什么 她有一家爸爱吃的点心 但是来不及听我 没关系 我们自己做 自己做还有这个 对 这些都是 对了 我准备了好多套衣服 你帮我挑挑 明天穿点套 好 你们去哪儿啊 我课还没有讲完呢 我的课才刚刚开始